这是比上一届亮点很多 多了一个世界会议的一个展区 增加了以前是26个省 今天增加了28个省苍蝇 增加了内蒙古和新疆 这个意义很大因大家的苍蝇 目的是为了支持响应特级政府 搞理由盛世经济 支持特级政府热业刀兵范 谢谢 在现场有28个省市 自己去地区的餐厂代表 那我也期待 就是说让香港的消费者 香港的市民 一试过近距离的 等于说去了28个城市一样 那对国家的最新 各省市的最新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各地的文化 对各地的精品 对各地的特色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们会有信心越办越好 这个在去年的经验上 我们组织了主要是文化类的 文化类有几个非一大师 国家级的非一大师在现场 在后面做现场的制作 当然也有成品可以马上拿走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刚才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在跟大师一起互动 看着大师一起完成作品 然后他们心满意足的拿走了 对吧 另外我们就是传统的北京同神堂 他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产品 同时也有优惠的价格 我觉得那边还有免费的同神堂的礼物 很多人都在排队在领取 我觉得这个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虽然有点小雨 但是总之还是天功作美了 给我们这次家乡市集 还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环境 非常的开心 我们今天在这里 家乡市集展现的是 这个是我们北京的唐葫芦 那个唐葫芦呢 我们就用一个文创的方法 做出来很得意的吧 有公仔的 有我们的大熊猫宝宝的 所以今天我们北京除了我们展示 我们现在的唐葫芦之外的呢 这是非物质文化 用手 用手工我们的义工 亲手做出来的 欢迎我们的市民能够来到维园 来到我们北京的这个地方 来看一看 走一走 谢谢大家 北京欢迎北京 quer行 宝贝 他就替我 已经试红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